大选的最新战况是少了郭台铭 但多了一位吕秀莲参加 对于绿营的选情存在多大的冲击呢 都还是有变数的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认为 郭台铭不参选 假如可以回到本业好好经营 加码投资台湾也是好事一桩 至于吕秀莲接受了喜乐岛联盟 推荐参选总统 他表示民进党还是按照既有的节奏来走 民进党立委则是喊话 希望吕秀莲要三思 2020年总统大选 郭台铭确定不连速参选 情势转折 民进党阵营全程紧盯 郭董不参选 其实假如能够回到 他的本业好好的经营 能够加码投资台湾 我觉得也是好事一见 所谓的这个迂腐 或者是国民党一些弊病 这些现象恐怕郭董 离开国民党不参选之后 这些问题要解决大概也很困难 评论起郭董的决定 傅格奎成奇迈认为 国民党从初选阶段 就浮现许多弊病 至今也难以解决 甚至还批评参选人韩国瑜 也有自己的问题 韩市长也有韩市长的问题 他在高雄来没几个月就参选 那带政绩的表现 也是民调里面最后一名 这些问题都不会随着说 郭董不选就不见 只是绿营面临危机 前副总统吕秀莲宣布接受 喜乐岛联盟推荐参选总统 选情考验有多大 绿营不敢大意 民进党还是按照既有的节奏走 不管郭董不选 或者是谁要参选 蔡总统进办也回应 感念吕前副总统过去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 努力和贡献 也尊重吕前副总统的决定 但接着说台湾面临中国 步步进逼的艰困处境 相信支持者都会坚定在同一阵线 试图凝聚团结 就怕冲击选情 记者周景临米甲台北 蔡总统